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年展的系列吧,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局秒主的这一局 这一局的话由一夜之秋26区玩家提供的素材 这里表着十分的感谢 好,那我们这里的话第一局主攻介入神 主持人二号围的一个老汉啊 黄老汉来推车,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 哎呦,这个怎么显示有点问题 好,第一局呢 第一局啊,这边主攻上来就找张费啊,去来一方 那么太后阵毒 走,来一下,这一下的话就直接带起节奏了,对吧 一刀阵毒直接三点伤害带出去 没有办法 阵毒直接把我们压到三血 这样的话,列弓加一啊 列弓加一 当然啊 这个贴主张费测位置选的只能说稍微有点呵呵了啊 第一局就这么轻轻松松的 依靠震毒一个老汉,走 第二局我们来看 嗯 这一局吧 来看看这一朵菊花是由啊,百度去玩家杀鸡不取卵提供到素材 那么这一局的话,主持角是一个四号位的忠臣,然后主攻孙笨,选了一个关章 远位没有问题,关章粘诊,对吧 复魂一波 那么,场上其他的话 像刘成啊,对吧 吴二哥刘成在那边的话 他的话,在孙笨局啊,属性还是偏中多一点 啊,洛神,跳反 呃,左词的话,看一看,无数声游 啊,仙人病患,锁锁连环啊 这应该是 跳反的吧 跳反啊 只能窥视 啊,那么主持角这里的话,来看一下啊 顺手,因为夫人这边啊,涉及到窃厅的问题 所以你不顺的话,这里啊,装备就丢了 这夫人呢,直接解锁 然后啊 这个打法啊,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但是感觉应该是反对,对吧 忠诚不可能这个时候啊,浪费一张火弓去解锁 那边忠诚,刘成没有动 黄改的话,这个时候啊,一刀九杀,再来一刀 对吧,老将军 那边呢,蔡文基,陈琴啊,给我们过来 这应该是反对 那么,场上的局面的话 刘成呢,也没有动 我们主持角呢,直接再杀了 深深不息 那么,由于啊,开局我们移序了这么多牌 后面除非,你比如说反贼,直接针对你主持角开打 否则的话,都没有那 当然我们开局啊,这个顺手往下压顺 看似啊,有点装身份的意思 但是啊,蔡文基那边啊 又杀了一刀陆琴啊 他是想收人头的,想收人头 那么,陈琴宝珠,当然啊,这个陈琴一宝 我们到时候啊,就能把他的陈琴明明 啊,不对 啊,是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到时候收人头啊 陈琴就不存在问题了 陆琴继续杀主 当然啊,现在想要动我们这个顶啊 还是有点难度 因为蔡夫人打的整体啊,有点迷啊 有点迷,当然我们肯定就开始撸呗 万箭齐发,先好一好闪啊 好一好闪 当然,场上的话,你像佐斯啊 这边杰命啊,很不友好啊 不是特别友好 那么这一个万箭打下来的话 陆琴,呃,陆琴的话,走好不送 主持角直接拿好联弩了 那这就啊 呃,本来陈琴就可以打一波,对吧 这个粘弩之后的话,更加轻松 啊,更加轻松 呃,你比如说到时候啊,碰到 废牌的话,两张啊,复魂拍出去不也行吗 对吧 呵,再来 当然,两张飞,呃,黑牌肺啊 黑肺牌 呵,再来,佐斯这个时候啊,去 呃,当然我们粘弩直接扔掉 因为后面的话,涉及到远位的蔡文琴,肯定是挂起刀 这个粘弩作用也不大 哈,你不大,本身就已经觉醒好笑 来,流程的话,不好意思了 管你心内,还是说,先嫖了再说,对吧 哈,内斤,哈,内斤 那么最后的话,这阵啊,刷一刀子 其实这一家啊,打的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了吧 你这里最后啊,你忘了你还有父皇啊,你这个加一个奶板可以排给主 然后桃子制霸给主,这样更稳一点,哈,更稳一点,对吧 刚才你的桃子是七点啊,可以先制吧,宋康 好,那边的话,当然啊,这样的话,蔡文琴应该来说,基本可以告别这个舞台了,对吧 再也,用不了自一刀 最后啊,这边,陈琴 这一局的话,当然啊,开局顺手往下下,是这么一个小戏集啊 就让蔡文琴还来给我们刷了一下,这个应该来说,他是一个小失误啊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过,呃,前面啊,身份跳过之后呢 紧接着的下下往下下下下下再去打啊,这个时候并不能完全说明他是你对的,对吧 还需要具体再分析分析 好,我们来看下一局,下一局有267玩家岳胡琴能出菜 那么看一下这一局的话啊,主持久五号位的一个忠诚啊,呃,祖公孙奔 那么主持久这边的话,选的魏爷,没有问题,对吧 这么一个属于日常苗场的组合啊,苗场的一个武将 孙奔,简易挂齐,那么尝诚的二伤跟树胖啊,这俩人怨消恨劫啊,不知道能够纠缠多久了 当然二伤上来啊,自己不把加一奶起给主公贴,这个不太合适 而且的话,你把主公加一贴上,万一八号位啊,什么其他人想去送,呃,觉醒啊 对吧,这个打的不是特别好 华佛,街道上人,反贼,再来一个 然后主持久,骑手手牌啊,想要去带节奏 哎,有了,哈,有了 当然,转一下的话,并没有直接开,而是想等一等 看人家赵云呢,不管你了,对吧 无奈长山,赵子龙爷,流氓赵 还好没有偷到K牌 这样的话,不过我们啊,血线被压了 香香没有动,徐叔应该是要跳了,反贼啊,反贼 那么这样的话,就还有一个反在哪里嘞 这两个啊,赵云啊,感觉应该像赵云,对吧 这个时候前面娘满跳了,她作为一个反,打远过的一个问言,偏中的一个武将,没有什么问题 那那边香香的话,能见吧 但这一局呢,像华佗这个点啊,呃,来,主持久,嘿嘿,冰凉添过啊,冰凉添过 但是这里还是啊,不打算出 现在主要就是啊,场上啊,反贼状态都比较好 徐叔呢,你还,还有一个人王队,当然我们有过差啊,然后华佗呢,还有急救 所以的话,主持久啊,可能是这个考虑 想再猥琐猥琐啊,等反贼的状态整体被压下去 这个火供啊,徐叔那边啊,你破不了的,对吧 除非火杀才行 顺手,再顺手 如有良策,何必问我 不过这一下,应该来说,感觉给我们创造了机会啊 树霸被压到了良血,画头被压一斜,徐叔的话良血 这样的话,应该来说,又一波 又一波啊,这个固阵没有问题 啊,没有问题 那么老头,嘿嘿,自己啊,关键相像那边也 嗯,好,这个时候不许爆发 等那时候,对吧,这男蛮在手里还做一 哈,来吧,狂鼓,吸起来 当然我们怎么样,刚才崩了四血,至少五杀 现在已经杀了一杀,手里都要四杀再杀出去 现在就差你了,对吧,场上还没出现过连弩 哈哈哈哈, 像你还不容易 那么继续干 这个露克斯是不是贴在台北 那不是贴在台北 他应该主是要怕赵云啊 应该是怕赵云 可以,可以看看我是何忍 好,我们还有四杀没有出过啊 来 不能自一啊 杀一刀香香 这个是个啥节奏啊 杀了香香之后再回血 好 这里的话再神顺啊 一张万箭倒手 不对啊 刚才香香呢 不对啊 香香还是不行啊 都没给反贼去描住 那么主角的话 这个时候啊 已经神器到手了 就不用多说了 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 自己奇魔的一个 手里红杀也够多啊 所以的话 叙述那个点也不虚了 最后来 也不看看 我是何人 最后香香竟然是很啊 这个 只能说呵呵 那么最后的话 火攻 这边的话 强行自攻一下 最后呢 这边啊 歇送主攻一波觉醒 没毛病 决斗 赵云的话 基本就急急了 还不容易 这 就是失败的 资本 嗯 好 那么这一局啊 就这样 火炎的话 再来课 这种 又是 胆怯 没有问题吧 就是日常的一个秒场 那 嗯 我想想打的倒是 啊 有点 费劫 好 下一局 下一局的话 有一区玩家 Mr. Asking 提供要素材 嗯 啊 Mr. Asking 就是不懂就要问先生 孙中山先生 什么 好 主持人小的话 主攻曹屁啊 上来的话 杀一刀 下一家 都督 当然啊 场上的话 你想啊 大嘴 这个点 偏中内一点 观音频啊 忠诚脸 大师反贼脸 张和 不要讲 甲鱼这个 甲鱼有一个体力流失 其实啊 有点克主攻啊 有点克主攻 但是就用一次 周渔呢 不是借都督 这里是反贼 反贼 要注意了 大嘴这个时候开A 主持人叫直接 放逐 啊 明翻反贼 那么我们知道啊 一般大嘴开始 撸之后 如果是伯伯 我也不会去找到配合 那 一般我最想打的 就是通过啊 放逐 控场 管理大嘴 还是中 还是内 啊 还是反贼 骗牌的 对吧 反正我 就是这么一波翻 你也没机会拿牌 反正残局大神嘛 那自然 还有我的忠诚 可以收拾 对不对 那么周渔的话 这个点 桃子 没能死 大嘴的身份 要存疑的 那要存疑 虽然看死啊 内凡你 但是啊 这个你很难讲 那边的虎牛 直接啊 来一波 再来虎啸啊 还有雌雄 嘟嘟 求逃了 还有头 但是这首牌啊 都什么好牌 都舍不得啊 这 雌雄都不起啊 你这不是给 观音拼去 收你的机会吗 那边吃草 最后的话 都注入天下大势 已保汉室 觉醒 啊 觉醒 索索连环 甲鱼的话 看看顺手 拿一下雌雄 火攻 打一下 那么这个点的话 周渔看看能不能贵啊 我们当然是希望贵的 但是啊 甲鱼这里啊 那么直接跳内了 那边大嘴逃跑了 大嘴逃跑了 但是大嘴逃跑啊 我们就知道 应该不是忠诚 应该不是忠诚 这应该是内奸的 主主角这个点呢 还选择了翻了一下甲鱼 那 官秘密也贵了 那么南蛮入侵 主角直接出杀了 呃 最后呢 现在这个局面啊 甲鱼表示我只能这样跳 诶 那边的话翻了张和 张和呢 托管啊 这个比较淡腾 我们待会再说啊 大嘴逃跑了 大嘴逃跑了 桃子这里排序不好啊 你肯定先杀一刀 然后再吃桃 但是也怕 也怕 万一大嘴是一个逃跑的忠诚 最后香香的话也被带走 那么最后的话 这就不用多说了 对吧 就是这样一步 就是这样一步 然后决斗 大师走好 一个托管的忠诚啊 还好啊 还好 关键大嘴啊 这个选将上啊 你想要去投机取巧 那么我们主攻不上当 这个这一局啊 好评主攻就是不上当 所以有的时候啊 看到大嘴去放A啊 以前这个军阵里面应该是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实战了 反正我自己打的时候 很多情况都是什么大嘴啊 忠诚也是开局 反正乱A 反正也是开A 内进也是开 反正就是要骗你 曹皮特牌 骗不到牌 最后还倒着绑架你 哎呀 这个傻屁主攻不给我翻 对吧 你看看最后要输了吧 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啊 有几局三局AOE的局 先看第一局这里是 二六区玩家 一股雨提供的素材 然后主持角这边呢 是一个六号位的忠诚 主攻借曹操 那么最后选了一个蔡文鸡 喂菜 骑手鸟南蛮 这个不用多说了 对吧 不用多说了 日常的剧本 末世四南蛮 如果再配上杀的话 这可能啊 就是打 大蛋逆贼 谁可前击 那么陆神的话上来啊 就表一表反 寻生顺手 就上一道 尽未贴 应该来说没有问题 主持角还响应了一下 但是这么一个响应呢 还已经两个反行动过了 所以响应问题不算特别大 我刚刚刚刚刚 那边 大师 你和 吴文贵 反贼 好吧 那么主持角 无限一个 来 对吧 这手牌啊 等着呢 但是啊 懂我设宴 这手牌 嗯 哦 春歌这个身份 应该是偏反应点啊 女巫内奸 懂得忠诚 可能是这样的 你们打了一个无限 不好意思 南蛮 继续来 还是改天才日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肯定是四个南蛮了 这个桃子 主红肯定也吸引 主红肯定也吸引 那么最后再来一下 还给主公发一波 小公司陈琴来一番 大师还被带走 就是这么轻松 对吧 开局四南蛮 带走一板 然后呢 主公那边还有一波 当然了 这边春歌竟然是跳 这个是 等我等我 哎 春歌当然是干嘛呢 那边的话南蛮又开出来了 我竟然输了 不可能 好吧 好吧 自古 就是邪不生成 本来有位春歌啊 反贼的 结果女部那个 公事为重 哎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最后呢 就是董远啊 直接在一个男蛮 一波带了 一波带了 这就各种AOE 三个男蛮全都出来了 全都出来了 就这么轻松 还有一位女部内戚啊 结果最后春歌是没死的 把他俩身份搞反了 好 这一个陈金菜的一个日常4A没有问题 下一局再看继续陈金菜吧 这一局有九区玩家爱德蒙唐太斯提供的素材 这一局主是角六号位的一个忠臣啊 然后 哼哼 还是远位的一个忠 那么主攻离点 这一局时间比较久了 21分钟 那么 骑手 有一个男蛮 那边呢 李典 哦 中地好 反正啊 共赢 走十个涛牢啊 嗯 那么终叠 那也没有杀人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常的巨人 这一局话老太多了 话老太多了 生生死死 算了 把这个武将配音关了 那我们这里 两个男蛮开出来 然后就是 跟刚才那一局一样一样的 对吧 四个男蛮开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男蛮啊 这一局呢 因为场上左撕中跌 这都比较 春哥都比较硬的 都比较硬的 所以说这一局 其实场上的状态呢 不像上一局那么好破 然后再没得死成 你们春哥估计跪不掉吧 也跪不掉 这么多拍没个杀 说不过去的 有酒 中跌 最后的话 春哥还救了一下 那么主持角这边呢 顺手 丢了距离 然后呢 二张 拿起来 吃个糖 九杀一刀 卢佐茨 哎呦呦呦 我的妈呀 这又跳一中啊 又跳一中 好 五分段一开 主持角这里的话 估计拿个 反正装备位 这边肯定就减硬了 终点肯定是黑装 对吧 黑飞机 国拆桥 拆桥 最后啊 满血回复 那么开局啊 这边四难门 其实呢 应该来说啊 还是形成了一波 虚实能 乌兵 无为何事 哎 徐树表示啊 看来是给对了 好吧 这个给的也真是有点 六六六 有斗 再骚 对 是开始的时候 二张固正的主攻呢 一瞧一目 一走一步 一走一步 好 那边的话 称作啊 第六中 南蛮又拿到了 那这样的话 这是第三张南蛮啊 排队 还有七十张刷新 对吧 这个南蛮再开出来的话 反贼肯定是啊 很杀了 很杀了 那么主持人 关键现在啊 这还有连弩可以突一波 那边终结被控 被控的话 这边给一张 不应该给闪啊 这个给闪太坑爹了 啊 对吧 这个怎么可能给闪呢 你给个简易也行啊 这个时候名的主持人 连弩在这 关键即使没连弩 你这名的还有莫视啊 还有莫视啊 所以的话 这里浪费了一道 啊 浪费了一道 因小事大吧 应该来说 那徐叔这里又救了 神言之间 一报 这么溜的 这么溜的 好 铁锁 有没有属性杀 杀主公 大丈夫 何居小节 这个杀主公没有问题啊 这是一个黑桃杀 黑桃杀 你要杀中爹 或者其他什么人啊 还是有点风险的 决斗 再来 那么这样的话 瞬间啊 反对就崩了 反对就崩了 好吧我们最后关键的一些点啊 就已经结束了 最后一波起牌 可惜了 可惜了这么多牌啊 众将实战安保 只供前程往事 莫再提醒 那么最后其实这里的话 那份啊 机会很小了 机会很小很小了 对吧 顺手 五股开出来 主公都逃都不要 给了我们啊 那这里的话 粘奴自己上 没有问题的 反正 这个二仗啊 打的有一点点的啊 左单胖 东一郎到西一放 没有一颗 最后两个辅助还不如托管了 这个局面想要突破 很难很难 主要顾格柴桃桥被无限再来呗 对吧 然后杀 粘奴继续走出去 杀一刀 雌雄 然后吃个头 顾格柴桃桥 最后一切是垃圾时间 我想切出去了 切了吧 切了吧 这个实在有点无聊了啊 好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的话 由四驱玩家 新娘及马修 啊 丢了素材 那么这一局的话 不是主角这边发挥了 主角作为主公 那 看看自己的队友怎么发挥 一号位 那么 挂游心 起手 闪金挂起 然后呢 二号位春歌 场上啊 这个倒没有特别好的一些判断身份的能力 对吧 造人啊 也味道有可能有点像 像那个 忠诚 周太 大刀 主持人呢 几首 春歌 刚才是 直接砍了我们一下 火攻了一下 这个节奏倒不是特别炫 哦 大师 哎呦 大师这么一个位置忠诚啊 也不怕被人砍吗 估计要太狗了 无限 当然我们这边啊 要防了 要防了 反贼 没一声 牛马 这局反贼的选将啊 倒没有特别的 酿脸的地方啊 对 只能说一般般吧 对吧 春歌也没有什么特殊性 我们不会去动你的 那像场上啊 这个局面 周太 无限打一个 对吧 所以刚才这个无限 留着肯定没有问题 周太无中生有 搜索连环 看一下 南蛮 来一个 主持人肯定是吊血 周太就在你上架 对吧 这里说不定啊 就来一个觉醒 所以的话主持人可以吊血 好评 求觉醒的意思 周太再来一个南蛮 再来一个南蛮 那么这样的话 第二个南蛮开出来 主军一阵 那第三男 第三男 三男一万啊 全部出来了 万劫没有 对吧 但是这三个南蛮 一打出来之后啊 杀都清光了 主持人手里两张决斗 这个就不用我们都说了 赶紧啊 左思这个点还被带掉 那边周太 管时再撸春歌 春歌的话 继续狗啊 继续狗 那么就是内奸可能是香香了啊 比较尴尬 那我们主持人看来 就忧不着这决斗发挥了 但周太啊 主持人的话 卖血 觉醒的意思 这个肯定是要包抢的 没有问题 想象最终啊 终于 再跳已经来不及了 而这一局 下方啊 即使不跳 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 对吧 这个首先 僵尸的点在这边 你怎么去的 怎么去的 最后的话就轻松在头 决斗在骚 香香啊 孙伯福 争战沙场 截灭分一半 现在最后的话 香香一一敌三啊 这难度太大 带走大势啊 可能还是有戏的 但是周太这个点 恐怕就没有戏了 而且你现在已经是明跳了 主攻肯定是一起输出啊 对吧 你这个自主啊 虽然觉醒之后比较强劲 但是呢 没有那么容易啊 呃 去 1v多啊 1v走 最后还是投降了 这一局啊 周太这个点 太赞了 三难买 不仅送主攻觉醒 关键是一步啊 年转啊 年转 好 今天的这个局啊 就到这里吧 没有特别多的 一般般的局吧 嗯 可能近期的话 等我啊 把大家那个 有人投曹节的一些视频啊 到时候给大家出一期吧 好 最后就这样 谢谢大家